这是2016年的冷门神番 男主这天下班刚回到家里 就看见母亲倒在血泊之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邻居大妈就端着菜出现在门口 面对警方的盘问 惊慌失措的藤爪 忽然想起之前在楼梯上 遇见的那个男人 他发了疯似的转身就逃 结果下一秒 藤爪就出现在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远处是白雪茫茫的起伏山轮 头顶是灰蒙蒙的阴沉天空 还有和他打招呼的小胖子 就在藤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下一刻他就瞪大了眼睛 看着不远处熟悉的学校 藤爪竟然发现自己回到了18年前 看着四周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学同学 藤爪只感觉恍若隔世 想到倒在血泊里的妈妈 她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藤爪连忙跑回家 但这次的重现 明显和以前都不同 他也无法确定 是不是真的回到了18年前 他只能发了风势的往家跑 等他回到家时 妈妈正在做晚饭 看着眼前的美好和温馨 藤爪决定改变18年后发生的惨剧 第二天 藤爪在上学的路上 碰到了熟悉的红衣女孩厨月 上课时 藤爪一直盯着厨月看 在厨月捡起地上掉落的铅笔时 他忽然发现了厨月大腿上的淤青 下课后藤爪和同学一起聊天 小伙伴们的话题都是勇者兜了龙 但藤爪根本就没有兴趣 领头的小黄毛剑也忽然问藤爪 你喜欢的事吗 诶 授授这边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胖子阿和就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没过多久 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藤爪喜欢厨月 好心的小胖子阿和 还安排放学后 藤爪和厨月见面 等下 我直球だな 第一声がそれかよ